本次會議提案討論既有十五案 接下來進行提案討論 編號1080101 康明禮 鄭秀鳳里長提案 東湖二號公園改建案 日地重建 主辦機關公園處 請公園處說明 各位里長跟市長大長 那公園處報告 有關鄭里長建議的三件事情 有關發臺的這個部份 簽台的補助 第二個部份 因為有關園區有所在做 我們也已經先進入地上班 然後九月的時候就會進場做訓練 那第三點的部份 就是有關里長建議 公園的這個發臺跟職載 要全部在訓練規劃的部份 我們是 已經納進去我們這個109年度的這個時候 整建工程站來做整體的這個設計跟施工 然後以上報告 謝謝市長好 謝謝公園處的長官 那我現在就是因為 那個圖片 看起來很難 不過呢 現在是 這樣已經有一點光突了 就是後更病 整個公園有後更病的問題 所以已經產除了很多的大樹 大概是都是三層樓高以上的大樹 就是後更病的問題 所以從這個問題已經兩三年了 那今年不提這個問題的話 真的這個整個公園就沒有樹可以乘涼了 那謝謝公園處的長官可以同意我們做一個綠地重建的 那我們也希望藉這個機會呢 可以把公園把它改變為一個 呃 比較有實用性的 然後比較有實用性的 所以有 剛好資源局這邊 有一個智慧城市的一個 這是 就是那個垃圾桶 智慧垃圾桶 那也希望加入我們這個二號公園裡面 希望長官可以設計在這個公園裡頭 謝謝 可以嗎 資訊局有一個iTouch的部分 要在這個東五二號這邊設置 然後其實八一一號他們有 就是有大會看過 那位置大概是有 最近我們到時候就是 在整個整建的時候 會把那個區位啊 就留下來 然後就請資訊局 就依照市政程序完成的時候 就可以大家來配合實作 好啦 我跟你說齁 你們去講好就好 什麼時候可以全部做完 我再知道時間就好 什麼時候可以做完 好 反正你有事找他 他把它弄到好就好 好 下一個 編號108-0102 港前裡魏錦城里長提案 周子接拓寬工程 主辦機關交工處 請交工處說明 議長還有市長各位長官好 交工處報告 有關於港周子接的拓寬 相關的會議在3月5號部分 由秘書長已經幫我們協調過了 那作為一個不平衡的山車道 交工處已經在4月16號 相關的事實都已經完成了 那目前在觀察車流的狀況還好 以上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來來來 他說不平衡車道就好了 市長好 很感謝你 我們這個港前裡 其實是一個內湖區的交通的愛國 是一個很重要的道路 還有市長 近兩三年 感情都一直拓寬 現在目前 我在想應該是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 但是 臨門一角就是 這個內府資金 以及運動中心 又來到這 船館處 在這幾百公圈裡面 有三個出口 會有求謀 就是說 瑞光路 為什麼每天都一直在塞車 因為交通處的話 我煩你如果沒有去 我專門就去了解 怎麼說呢 你 高速公路 高車 這個 這個 算是長途車 有十二山的長途車下來 下來 從三五八巷 轉到瑞光路 瑞光路又轉到港前路 還有一個車站 所以你現在 去市政府的十二山的車 還有十二山的公車 都擁有十四台 如果十四台 現在我在港前路 車站的時候 可以兩台去靠站 靠站 人家很多 內部還有15萬 上下班的市場 你有辦法坐 所以你去看 瑞光路的東西 像的車頭 因為我現在 現在我們去高速公路 看看 三五八巷一定的車 現在要進行 進行到三上 來做一個 所以我做一個 所以我做一個 因為我 因為我把這個 三個 這鐵車走出來 一八百的時間 要再加拐 所以現在鐵車 就是 希望市場 這個地方 可以安排到的路由 但是 我有跟這個 來活國家的行程 討論一下 它 煩惱的就是 走運 走運 所以我有跟我說 就是說 希望 這個 上級幹會 現在是去他撤樓 他 他到時 一流二流三流 他會分配 很分配 還要分配 隔一牆 做起來之後 甚至有鎖鎖 然後鎖鎖鎖鎖捐 就有鎖鎖鎖 就說這樣就是說 回來是沒有鎖鎖 甚至高是不到 del樓 然後吸引 聯繫 邊缸 ğıden 汽咪座現在毒 唯一那懷惰 staying faint 電路不用說,他唯一的爭絕就是這樣,其他人是無意見 交通問題你們去解決,那個照應問題,請教育局再另案處理好了 現在很吵嗎?現在要不要擴建還好啦 因為搜紙街本來是軟刷 我報告一下,這個道路都計要搬是12公尺 那兩邊扣掉先行道以後9.6公尺 那原來是兩個車道,兩個車道在健康中心那附近是有路邊都有停車 那我去看的時候,因為市長大概3月的時候交代我說去做個觀察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交通量大概,間鋒的時間大概有1000輛左右 所以說我就把停車取消,然後弄成不平等車套 目前看起來是OK 那第二個部分是要跟里長回應 就是說,如果這個要拓寬的話 體育中心那邊是沒有辦法拓寬 因為拓寬以後,他的停車場出入口是沒有辦法出入的 他站起來很怕的,這第一點 第二點,如果現在這一拓寬的話 整個內部資金的計畫要停 因為他的都城裡面,他的前面的流的空間 是只有固定的,這第一點 第二點,剛剛里長講到說校舍那邊 校舍那邊的人群道大概有兩公尺多一點 還有兩排樹 如果把它消掉的話,當車道是可以 可是就為里長講的,那整個教室會很吵 那我的看法是說,目前這樣用不平等車套應該現在是 我去看是可以解決 那如果說,剛剛里長講的建立長城在講的話 我們大概跟學校要恐怕要溝通一下 就剛剛里長講的說,趙運那些要都排除以後才可以透寬 大概以上我都是補充 好,那個趙運問題 那個教育局自己 今天寫會議記錄,請那個教育局去處理內服高工那個趙運問題 真的有問題我們再來處理 要做什麼隔音牆那個都可以花錢 好,OK,下一題